香港冰球協会昨天就港协契奥委会启动暂停会员资格程序发表声明 当中提到港协契奥委会在会面的时候曾经质疑 冰球项目每次比赛只有4-6队 得到亚军及贵军的成绩并不得出 香港冰球队副队长沈卓谦以及香港冰球队成员杨俊英 今早就在商业电台一个节目上就被问到对于有关说法有何感受 沈卓谦表示若港协曾经有这种说法会感到不开心 认为对方是不重视运动员背后的努力 幼稚并非只有4-6队就很容易得到奖牌 6队的实力可以是很接近 而杨俊英就认为有关说法不只是对冰球运动员不尊重 而是对所有运动员都不尊重 因为港协理应要知道运动员面对的困难 如果参加的对数少就觉得成绩不值得被鼓励的话 这样跑步都只有8个人 延伸出来很多运动都只有几对参加 认为有关说法荒谬 对于港府表示会相应考虑在不影响运动员的前提下 削减对兵协的拨款资助以作情处 沈卓谦认为有关说法讽刺 指削减资助没有作解决问题 应该考虑其他方法 惩罚也不应该影响香港的冰球运动发展 而杨俊英就指 之前几次播错过事件也很快平息 不知为什么今次会那么严重 一个多月仍然没有平息 他又提到如果冰协是被取消会员资格 或会影响港队参赛 也可能增加训练成本 影响未来5年至10年的冰球清分发展 或是会造成青黄不接 甚至是恶性循环 万劫不复 喂喂 看完米酒住 记得like 订阅和按小铃 支持我们支持真相